以灯药两码骑马海峡为主题的第17届两码同春闹元宵活动 2月15日在福州马尾拉开帷幕 马尾与马祖再度携手为两岸民众呈现盛大的元宵节庆活动 也为福州市民送上一场绚丽的元宵灯宴 造型欢乐吉祥活泼可爱的卡通人物 精致典雅气势辉红的主题灯组 美罗美奂流光溢彩的灯栏 记者看到今年的两码元宵灯盏主掌区全长1000米 精心布置了六大灯区76个大型灯组 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迷人景色 让市民们流连忘返 赞叹连连 中月的时候是我们的习俗 所以说我们都会带小孩过来乐老一下 看一下 民族节日我们还是要参与一下 比较有节日的气氛 那其实来到这里其实让我非常感觉到 就是大陆这边其实办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其实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其实就好像就是因为都讲的就是同样的语言嘛 所以其实来到这里的话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记者注意到今年所有大型灯组都分别采用烹绘 分层分色表壶等传统工艺 融进LED光雕追光等技术 配以激光绣光影堆叠等现代时尚元素 其中步于道路中间绿化带的超大型灯组 床阵之光 前后距离长达248米 采用钢骨架结构 丝架造型 彩沙表壶 光雕装饰 红伟磅礴的展示出 从马尾百年床阵到现代海军成长的辉煌历程 而两码又一村灯区 着力凸显两岸一家亲 共度传统佳节 登主以传统民俗 送福祈祥和谐喜乐的内容为主 融入了两码各自的风土人情 智力渲染同耕同中的深厚渊源和清情色彩 一起来共庆元宵 两岸的情谊 稳固 所以这是一个长久的情谊 值得长长久久永续地发展下去 非常开心用我们中国人过年的心情 来参与这个花灯 而且看到今天坐得非常的壮观 而且喜喜洋洋 心情非常的愉快 非常开心 透过这个连续17年来的这个两码同车闹元宵 我想不仅仅拉近就是马祖跟福州人民之间的一个感情 更促进的两岸之间的交流 那我们也藉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把马祖的文化带到福州来 记者了解到第17届两码同车闹元宵活动 还包括增送马祖花灯 祖团赴马祖共庆佳节等活动 两码同车闹元宵发当于2003年元宵节 该项活动也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两码交流的重要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